好,我们在上一个小节目中介绍了 动能和势能之间的相互转化之间 这种情况下的 它的机械能守恒的关系 那么我们在这一个小节目中将介绍 这种守恒关系的条件 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 这种动能和势能之间的相互转化的过程 是满足机械能守恒的 在介绍之前的 我们先要介绍一个概念 叫能量转化的可逆性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满足这种能量转化的可逆性 然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 在这个重力比或者是 或者是各种力做工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机械能的保持守恒 好,我们在介绍这个可逆性的时候 我们先用一个通俗的例来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可逆性 比如说呢 我们举一个网上购物的例子 大家在网上购物的时候 比如大家都有这么一个经历 比如说一个货物的标价呢 是20块钱 如果我们在网上来购买这件物品的话 我们需要支付货款和运费 然后得到这件物品 比如说我们运费是5块钱 那么我们需要支付20块钱的货款 以及5块钱的运费来得到这件货物 如果我们收到这个货物后 发现并不满意 我们希望把这个货物给退回去 那么呢 这个退回去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需要支付这个货物 同时呢 支付我们这个货物的运费 来得到我们的这个货款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是20块钱的这个货物的费用 以及5块钱的运费 我们实际上是支付了25块钱 来得到这件货物 然后呢 但是我们在退货的过程中呢 我们实际上是 我们又支付了这个5块钱运费 那么我们在最后呢 我们实际上手上的只有15块钱 然后呢 我们失去了这件货物 也就是在这个 我们网上购货或者是退货的 这个这两个过程呢 就是它满足一个肯定的 满足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商家的货物它是肯定的 因为这个货物它在前后的都没有变化 但是我们手上前的时候 说25块钱变成15块钱 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守恒的 关系 或者是叫一个肯定的关系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会满足这么一个肯定性呢 如果这个我们在购买这件货物的时候呢 商家是包邮的 然后同时呢 我们在退货的时候呢 商家呢 能够允许的我们商家支付这个货款 那么这个过程呢 对我们在购物的情况下就是一个肯定的 因为我们在前后的话我们都是还是得到同样的价钱 然后 然后我们的总上的手上的前数呢也没有变化 那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可逆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要说明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什么关 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我们刚才的看到那个重力做工的过程 重力做工呢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H1的高度 以一个V1的速度下落了一个物体 然后落到这个 落到这个下面以后呢 它的速度的变成了V2 它的高度变成H2 那么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的反过去看这么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下面有一个H2高度的物体 和一个V2速度的一个物体往上运行 那么运行了高度H1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速度同时也还会变成V1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物体如果在 如果只有重力做工的情况下 它从H1落到H2 然后再从H2回到这个高度的时候 它的这个速度的是不变的 这样才满足一个 这个可力的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呢 并不是这样 我们举一个在 有磨砂力的地面上运行的一个物体 然后做这个 来说明这么一个情况 在一个平板上面讲 它的磨砂技术是MU 然后一个物体的从左端运动到右端 那么呢它的磨砂力大小等于负的MU乘上N 这个N呢就是支撑力 支撑力的大小如果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板上面 它的大小是等于MG 也就是说这个F等于负MUMG 它如果它的运行的这个长度呢 是等于L的话 那么这个磨砂力的做工的大小呢 是等于负的MUMG乘上L 我们同样还能通过这个微分的形成来得到 它下面的这个数的变化 是等于二分之一 V1的平方减去V0的平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和我们实际上之前学习到的重力做工的情况下 很类似 也就是重力的做工的这个高度 是等于二分之一 这个V1的平方减去V0 其实它的这个速度的变化 那么这样 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么一个式子 来定义一个博插力势能这么一个概念呢 这个答案肯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我们来写成这么一个形式 负的MUMGLE减去L0 等于二分之一MV1的平方减去V0的平方 大家可以看这个式子 虽然和我们之前的这个重力做工的式子 基本上看起来一模一样 但是呢 它并不满足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力性的这么一个概念 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这个物体从右端 然后再运行回左端 我们会发现这个做工的过程呢 和我们这个过来的这个过程并不一致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从物体的从右端运行回左端 那这个摩杀力的始终 它是和物体的运动的方向呢 是相反的 它始终还是做一个复工 因此呢 它的这个速度是变成二分之一M V2的平方减去V1的平方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在有摩杀力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物体呢 如果从左边运行到右边 然后再从右边的运行回左边 这个摩杀力始终是做一个复工 然后这个物体的运动的速度的一直的减少 而并不是像我们在重力场中的做工呢 它的它的速度呢 如果如果到同一个起点呢 它的速度还是回到原来的 比如说同呃 原来的这个速度 因此呢 这个在有摩杀力的情况下呢 这么一个系统呢 并不满足呃 这个可力性 因此呢 它并不具有这个机械能守恒的这么一个呃 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根据这么一个呃 这么一个结论呢 我们可以定义这么一个系统 叫保守系统 在这个保守系统中呢 这个物体的这个运动呢 是具有一个可力的 然后呢 在这种可力的情况下呢 它这个整个系统呢 满足这个机械能守恒 呃 同样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么一个可力的 然后定义一个非保守系统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一个系统中 它的运行的这个前后的 它的呃 这个物理过程呢 并不满足这个可力性 那么呢 这个系统呢 是一个非保守系统 那么在这个非保守系统 它的机械能呢 并不守恒 一般来说呢 我们常见的非保守系统呢 主要就是这个摩擦力做工的情况 呃 呃 然后呢 我们在实际的这个物理的学习中呢 在后面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越来越多的遇到保守系统 因为呢 我们在比如说大的情况 比如说在天体运动的情况 或者是我们在小的微观的 圆转或者分转运动的情况下 呃 往往呢 我们并不涉及到摩擦力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在这个前后呢 呃 它的这个物理的过程呢 一般都是可力的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都可以用保守系统来处理这个 这个过程 而且同时在保守系统中 我们会有一些更加强力的工具来 来处理这个保守系统 好 我们在下一个 下一个讲中将会介绍 我们怎么用 怎么样来处理这种保守系统 以及我们在保守系统处理中的 有一些什么样的工具来应用 好 我们这一个小小就在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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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